台东在8号深夜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两辆轿车行驶路口发生碰撞 其中一辆直接冲入民宅 车上女驾驶和丈夫一度受困 请教人员改点现场 这个女驾驶已经失去的生命迹象 抢救之后还是宣告不适 而同车的丈夫和另一个车的男驾驶受轻伤 根据了解双方都有救驾 从监视器画面上可以看到 一辆自小客车缓慢行进十字路口 突然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窜出 两台车就这样隐身撞上 撞击力道之大 把整台车给拖行冲进民宅 这起意外事故就发生在台东中心路与台湾路口 至了解8号晚间 41岁的许姓女子载着丈夫慢行通过路口 却遭到快速直冲的车辆拦腰撞上 两台车严重变形 警销人员到场时 许姓女驾驶受困车内 已经失去声明迹象 至于一旁的丈夫受到轻伤 而另一车的25岁江姓男驾驶 则是一世清醒 尽受轻伤无大碍 那个女性混者 她是在驾驶座的地方 我们用敲棒拨位器材 把她撑开之后 把她从里面拿出来 金酒册 江姓民众 酒精浓度达0.54 详细造势原因 本分局深入调查中 由于双方皆为酒后乍车 江姓男驾驶酒册值0.54毫克 明显超标 讯后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而整起事件也波及到 停放在路边的 两辆自小客车和两台机车 巨大的撞击声 更让附近不少住户受到惊吓 谢谢大家会台东市报道